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多走路多喝水是养生,医生说反而会折瘦,千万别不相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健康,很多人都开始养生,养生的方式很多,但是有很多你习以为常的养生方式其实是不健康的。 最坑人的八大养生误区,都是套路,养生不成反伤身,你中了几个。 这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没? 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多吃五谷不生杂病,于是五谷杂粮粉悄然流行起来。 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处又多,但其实恰恰伤身。 五谷杂粮最重要就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胃蠕动。 磨成粉后,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只剩下淀粉和糖类。 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对身体不利。 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尤其是糖尿病。 天天喝粥,喝除营养失衡。 有的老人因咀嚼功能不好而常年吃粥,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通过吃药粥来保养身体。 据观察,长期吃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较差。 长期吃粥,人体得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体内消耗导致营养失衡。 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是养身一发,但不是人人皆宜。 除非是身体很虚弱,或是致病需要。 乱补维生素,吃出结实。 很多人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每天吃几片,觉得有益身体健康。 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无论患何种病,服用维生素都是一种浪费,甚至会加重病情。 例如,胃溃疡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C,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 平时有人把维C泡臀片当作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 一旦长期过量服用维生素C,还会导致尿路结实,加速动脉硬化。 乱补钙,当心高钙血症,肾结实。 补钙的观念在我国可谓深入人心,很多老年人觉得钙补得越多,心收得越多,骨骼也就越强壮。 于是大把大把地吃钙片,钙并非补得越多越好。 我国营养协会推荐,体重在50到70公斤的老年人,每日需钙量约为1000毫克。 除了在饮食中获得外,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 过量服钙会影响到人体对铁核心的吸收,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肾结实等并发症。 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即可提供足够的钙,好的钙源包括牛奶、乳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 屁股养生,毁了肠胃。 近些年来屁股养生越来越受追捧,不吃穀物、肉、蛋等。 仅依靠喝水、大葡萄糖来代替三餐,称能清理肠胃。 你以为这种屁股方法真能养生? 屁股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受到影响, 亦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疾病。 每天扒杯水,伤了肾,经常听到人说多喝水好,每天要喝够扒杯水才健康。 其实,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大概在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比喻的八杯水。 但我们的三餐中,饭菜和汤也含有水,所以正常饮食下,每天只需要额外补充10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 而且,每一次喝水,应少于300毫升,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中毒又伤身。 过量饮水还会导致血液中钠含量过低而引发低纳血症,出现昏水、恶心、抽搐甚至昏迷。 趁热吃,吃出食道癌。 我们国人有着趁热喝,趁热吃的习惯,所以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 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摄氏度到60摄氏度的温度。 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粘膜就会被烫伤。 如果经常吃烫的食物,粘膜损伤尚未修复又受到烫伤,可形成前表溃疡。 反复的烫伤修复,就会引起粘膜质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变成肿瘤。 日常生活中不要吃过烫食物,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0摄氏度以下。 每天一两万步,毁了膝盖。 骨科专家指出,走路运动虽然有利于健康,但运动要掌握适当方法,一味大量走路很容易损伤腿部。 一万步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说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两万步也只是平常运动量而已。 如果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一天走上一两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消,还可能造成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而会适得其反。 所以,运动最好循序渐进。 这样养身不花一分钱。 大笑 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生,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 大笑100次相当于其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 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 晒太阳,补钙 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含有大量的漆,脱青胆固醇,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可转化为维生素D3,然后被吸收入血。 晒肝和肾中氢化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D。 活性维生素D可以在肠道、肾脏、脊骨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零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止骨质疏松的作用。 晚上泡脚,促进血液循环。 脚是阴穴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 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 泡脚时间并非越长越好,因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矣。 年轻人每天泡15-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至20-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 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 勤读书,防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归根结底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 勤读读书,用脑的人,大脑血管经常处于疏张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几条统一,防治老年痴呆的发生。 转动眼球,保护眼睛。 电脑、手机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 可是,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惫不堪。 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寻回转动眼球。 每个方向,眼球都应尽可能地达到极限处。 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可以锻炼眼睛,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 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睛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 干洗脸,增强免疫力。 两手互相搓几下,感觉发热即可,然后闭上眼睛,双手自下而上,由轻倒重,反复揉搓,直到面部发热为止。 每天至少洗两次,每次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干洗脸时,手掌和脸部促相摩擦,使血液循环加快,星辰代谢旺盛,还能增加身体的免疫力。 洗完脸后会感到非常舒服,眼睛好像也明亮了一些,让人感觉身清气爽。 深呼吸,最佳养肺方。 具体做法是采用鼻息口呼,进行深长呼吸,早晚各一次,每次15到20分钟。 深呼吸可以增加有效通气量,增加养的吸入和二氧化碳的排出。 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深呼吸练习可以维护或改善肺弹性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肺功能。 尤其是和慢足肺患者日常保健用。 原来世上竟有七种最好的长寿药,可以帮助我们健康少病痛。 长寿过百年。 最重要的是,他们还都是免费的,知道三种以上都赚大了。 这么好的事儿一定要转发告诉所有人。 夜间养生就等于养命。 国医大师的长寿方,想不到竟然这么简单。 随着现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亚健康人群也越来越多。 中医讲,夜间养生等于养命。 有这样一群人,念过高寿之令,仍然耳聪目鸣,思维敏捷。 他们每晚都是怎么养生的,睡前都会做些什么呢? 1.国医大师宣国伟,喝半杯水加两个穴位。 班上睡觉前,宣国伟喜欢喝半杯水润一润,补充睡觉丢失的水分。 尤其是用脑梗塞或心肌梗塞病逝的人。 睡前喝水可以防止因缺水再次发病。 睡前,宣国伟也经常会按一按足三里,内观等穴位。 在调理脾胃,不忠义气的同时,也可宁心安神,力气致痛。 2.国医大师陆志正,泡脚加魔妇。 睡觉前泡脚,泡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 头部的血液就活落,身上微微减汗,血液就下来,脑袋就清楚了。 解除疲劳,再休息。 此外,睡觉不要再想事情了,就入睡。 这样睡觉最好了,就是扎实。 3.国医大师邓铁涛,睡前搓搓脚。 晚餐后,邓铁涛会看会儿电视,到21时开始洗澡,之后会做30分钟气功,看看书,23时之前准时睡觉。 有时因为工作忙,精神高度紧张,出现睡眠不好时,他会在静坐的同时,用双手按摩,揉搓脚背及脚心,每次10到30分钟。 以劳工学摩擦泳泉学,以加速脚部的血液循环,帮助入睡。 4.国医大师陈生浓,睡前揉腹。 陈生浓,享年94岁,睡觉前会暗柔腹部,有利于人体保持精神愉悦,有助于入睡,防止失眠。 对于患有动脉硬化,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暗柔腹部能平息肝火,促进血脉流通。 晚饭,静气。 俗话说,早上皇帝餐,中午大晨餐,晚上乞丐餐,都是提醒我们,晚上的这顿饭如何去吃才更健康。 静高质量 晚上吃大量高油脂食物,会加重肠胃,肝胆负担,引发内脏疾病。 静高糖量 晚上吃的大量甜食,糖分,转化成大量脂肪,会引发肥胖及心血管病。 静吃过饱 晚间吃的过饱所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胃肠道负担加重,消化不良,晚饭三大忌讳。 一,即高寒质量 黑夜吃许多高油脂食物,会加重肠胃,肝胆背负,引起内脏疾病。 二,即高寒钙量 黑夜吃许多高钙食物,钙质组成后堆积在肾脏和尿道中,简单引起结实。 三,即高寒糖量 黑夜吃的许多甜食,糖分转化成许多脂肪,会引起瘦弱及心血管病。 晚饭时中饱,终身身体好。 医学考证 晚饭常吃以下十种食物,不止清算长毒,缓慢病发生率还会下降60%,为自己,为家人,好好观看。 夜间吃苹果 一,削减脂肪 跟着生活条件的前进 瘦弱人群在逐年上升 晚饭后吃苹果,不止不会胖,反而能削减体内脂肪。 二,抗肌疲倦 春天仍容易疲倦 而黑夜吃苹果能有效弥补身体微量元素 提升人体抗疲倦水平,防止春困的发生。 三,咽喉肿痛 春季细菌 繁殖最旺盛的食解 容易引起咽喉发炎 苹果加点盐 黑夜吃能消炎败火 快速消弥咽喉发炎 夜间喝酸奶 一,清算长毒 中国人的生活习气 黑夜吃得多 睡前喝一杯酸奶 能血减肠道弥烂菌的繁殖 从而清算肠道内长毒 二,脸部色斑 酸奶能遏制脸部黑色素 美白还不反弹 三,防止流感 春季气候多变 容易引起流感 酸奶中的乳酸 能增强人体免疫力 能有效防止春季流感 夜间喝红酒 一,安神睡觉 黑夜睡见好 第二天整个人没有肉体 睡前喝一点红酒 不只能帮助消化 还可以提高睡觉质量 二,消弥皱纹 红酒能推迟肌肤皱纹的发生 推迟变老 三,有助回忆 红酒能有助人体大脑回忆力 和学习才干 黑夜喝适当红酒 能让大脑充分放松 为第二天提供足够的精力 夜间吃猕猴桃 一,嘴唇干裂 夏日单调 人体水分蒸发比较快 嘴唇容易干裂 猕猴桃富含许多维生素 能防止嘴唇干裂出现 二,防糖尿病 糖尿病是烦扰许多人的一种 缓慢常见病 猕猴桃对防治糖尿病 有极好的效果 特别是老年人 平常最好多吃点 三,利尿消肿 有些朋友肾脏欠好 容易出现浮肿 猕猴桃能消弭肾脏炎症 晚饭后吃最好 夜间吃桂圆 一,春夏咳嗽 春夏气候多变 是咳嗽哮哮喘的高发时节 黑夜吃桂圆 能极好的改进夜间咳嗽 普通连吃两到三次 就能有所改进 二,肌肤搔痒 假如是皮炎湿疹血 折起的骚痒 常吃桂圆可以减轻 三,养穴安胎 桂圆含铁及维生素较多 能减轻 公缩及下垂感 对孕妈妈及胎儿的发育有利 具有安胎养穴的效果 夜间吃香蕉 一,体弱贫穴 香蕉含丰盛的蛋白质及铁元素 弥补养分的同时还能补削益气 黑夜食用 有助改善体弱贫缺的情况 二,曲豆除硬 常吃香蕉能改善痘痘肌肤 三,清算肺毒 肺内残余 肺内残余长时间不清算 会引起呼吸疾病 黑夜吃香蕉 有助于排出肺内残余 夜间吃草莓 一,唇舌生疮 春夏日容易上火 热起唇舌生疮 黑夜吃草莓能清热解毒 对体内热火有极好改善 唇舌生疮借连吃几回就好 二,改善肌肤过敏 常吃草莓能改善肌肤敏感度 能修正过敏肌肤 夜间吃西红柿 一,口苦口臭 口苦口臭会严重影响社交 让人很尴尬 黑夜吃西红柿 能输菌消化道 调度均群 有效改善口苦口臭 二,防黑眼圈 西红柿能改善眼周肌肤 改善黑眼圈眼带眼细纹 三,抗肌辐射 现在用电脑手机的人不断添加 而辐射不经意间 危害到咱们的健康 常吃西红柿 能提高人体抗辐射能力 夜间吃山楂 一,心血管病 春夏日忽冷忽热 是心血管病高发时节 山楂能下降人体血液胆固醇含量 增加血管壁弹性 防治心血管病 二,经济不调 经济不调为女人带来许多反效果 如腹痛,痛经 黑夜吃山楂 有个神奇的效果 可以调度女人月经不调 夜间吃火龙果 一,拜火 上货会引起各种疑问 黑夜吃点火龙果 不只能降火降噪 还可以改进心境 二,老年痴呆 人胜了年岁 容易得老年痴呆 火龙果中富含丰富的氪氧化素 能增加细胞生机 有效防止老年痴呆 三,排重金属 现在空气质量较差 咱们天天都会吸入一定的重金属 火龙果能帮助人体及时排出重金属 保护健康 据统计 晚上急性病死亡率在80%以上 大部分因为饮食不当引起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疏忽大意成为遗憾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